如果我那是呀 估计会要吃饭饭饭饭饭 吃饭饭咧 我怎么觉得好像我一直在叫人家怎么骂人 ok sorry 哈啰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比奈何干不能忘系列 比奈何干就是北马福建化 除了槟城之外呢 吉打玻璃市霹雳 去到泰国的南边 甚至是印尼麦丹的福建化 跟我们的福建化 也都是差不多同一个腔调的 然后呢是属于偏张州腔 但是不完全是张州腔 而当中呢 我们混合了非常多的外语 包括了有英文 马来文 广东话 泰国话 等等等等 所以这就是一个 Pinnan Hogan的特色啦 那今天呢 如果你是刚刚移居来槟城的朋友 来读书也好啊 来工作也好啊 第二家园也好啊 那这个节目呢 希望可以帮助你更快的 掌握到冰城日常福建化的 这一个精髓 那我们呢 节目里面讲的会是 很日常使用的福建化 很lifely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学很正统的福建化 纯正的 没有那么多外语来作为代替词的话 那你可以去我的备注栏那边 我有附上几个就是粉丝专业啊 社团啊 里面都有很多高人 都是很专门的在研究我们的 冰城的福建化 而且呢 还有很多是非常古老和正统的说法 那大家可以去那边交流交流 学习学习 不过我的部分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很日常 就是目前为止 我们可能年轻人很普遍上 会使用的一些用字 那如果你刚好是平南人 或者是北马人 已经去到外国生活很久很久了 美国啊 加拿大啦 台湾啦 或者是欧洲啦 南美洲啊 等等的地方的话 是不是很久没有人跟你讲 平南好间了咧 那就希望这个节目呢 也可以起到一点点的 能够慰激到你的思乡之情 因为我觉得语言呢 应该就是除了食物之外呢 最容易唤起一个人的乡愁的 所以如果说看着这个节目的 你有一些亲朋好友 已经移居到海外很久了 他们可能很想念平南好间 你可以把这一个 就是link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也希望大家的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把这一个节目呢 分享出去 然后要订阅我 然后开启小铃铛 大声大声大声 普及的话大声大声 就是按门铃的意思 就是按铃铛的意思 大声 这样子的话呢 我一上新影片呢 YouTube就会通知你 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集的节目啦 那到目前为止呢 马来西亚人呢 因为行动管制令 就是MCO呢 都被关在家里 差不多40多天了 你还好吗 可能开始有很多人 已经是蠢犬欲 都很想要跑出去了 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学习的就是在MCO期间 你家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或者是你的状态 在MCO期间里面应该要怎么说 Let's go 第一个字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关 因为呢要减少大家被传染的这个几率 所以呢大家都必须要关在家里 那关在家里 所以福建话要怎么说呢 关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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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哦 它的这个读音有点难 因为它是 关 关 有听到吗 就是有点像 的感觉 但是它把那个 变成关 关起来 这个是关起来的意思 那这个关呢 有囚禁的意思 可是如果说是关门的关呢 我们不会讲说 关木 这是很奇怪的 可能有一些人会这样子讲 但是它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说法 也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 当你要说关门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讲 KAM MUI KAM MUI 而且这个KAM是 KAM MUI 另外一个字呢 跟这个KAM很像的呢 叫做 KAM KAM 那就是盖起来的意思 比如说你的那个菜呢 吃不完的话 放在桌上 记得要把它盖起来 要不然苍蝇会来 那些菜会去KAM 所以呢 如果你是要把东西盖起来的话呢 就要用KAM 所以 三个字 第一个字是 关 关在小人那边 关在鸟笼里面 关在高人那边 关在狗笼里面 关在家里面 被关在家里面 所以 关就是有囚禁意思的关 那关门的关呢 就是KAM MUI KAM MUI 这个很常会用到 所以记得要学起来 那如果当它去到低音的时候呢 KAM KAM 就是 盖起来的意思 那在家四十多天呢 你过得如何呢 我相信 接下来的这个字 一定非常难够形容你 就是 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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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人真的很懒 很迷烂 完全的就是 在家里什么都不动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NOR 我很喜欢用这个来形容 我自己在家人的时候 非常放肆的休息的时候 我就会讲说 我就在家里面NOR 其实我就把我自己 放在家里面 迷烂的意思 所以如果说你身边 有一个非常懒懒的出枝的人呢 你就可以用NOR 来形容他 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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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NOA 比如說你早上睡醒了 你還不想起床 你還想要賴床 那你就在那邊 N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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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叫做NOA臉承 NOA承 等等就是你就是NOA來NOA去 那比如說你的女朋友很喜歡呢 跟你撒嬌 然後很喜歡這樣子 滷滷滷滷過去 那你就可以 就是不要一直這樣子就是賴過來 所以呢NOA的形容呢 他也是就是有一種動作就是在那邊 怎麼講呢就是 有一點蠕動的感覺 那個叫NOA 不要在那邊啊就是NOA來NOA去 那我們順便呢也學一學 跟這個音有一點點像 可是把N改成L 變成Lua Lua Lua 這個呢意思就是 誤賴的意思 比如說有一個人 他很喜歡推卸責任 很喜歡呢 把事情過錯 誤賴給別人 那就是 就是 就是把錯誤歸咎給別人 就是把錯誤歸咎給別人 誤賴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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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誤賴去 不要懶惑 你自己講你要去那個地方的 不要誤賴我 不要把責任放在我身上 所以 Lua就是 誤賴的意思 好那這段期間呢 大家在家裡面的狀態呢 跑不掉這一個情形 就是 吃飽睡睡 睡飽吃 這段時間你是不是除了包具之外呢 就只會吃飯睡覺睡覺吃飯吃飯睡覺呢 那你就可以把這一段話學起來 如果說你家裡面有一個人呢 就是毫無貢獻 每天只會吃 然後只會睡覺 然後呢 什麼事情都不做 很懶 像豬一樣 你就可以用這個形容詞來形容它 如果為什麼 今天會吃飽睡睡睡覺呢 才會嘟嘟嘞 怎麼覺得好像我一直在叫人家怎麼罵人呢 ok sorry 反正 吃飽睡睡覺 就是 只會吃和睡 那學起來囉 另外呢 這個呢應該是媽媽們的心聲 或者是在家裡面負責煮東西的朋友的心聲 我煮到不會煮了 這四十幾天呢 大家都是三餐家家裡面自理嘛 有些人可能會叫外賣 可是負責煮飯的朋友呢 從早到晚全部都是他煮 煮一天兩天很有情趣 可是煮到四十幾天的時候 你真的是會有一點崩潰的感覺 遇到狀態 會有一種遇到瓶頸的感覺 已經是沒有靈感了 煮到不要煮了 煮到不會煮了這個句型 其實它可以套用在很多事情上面的 比如說你做的太多了 說到不知道怎麼說了 那 講到不會煮 我講到不會煮啊 講到嘴弄不搭 我說到我的口水都乾了 還是聽不懂 我講到不會煮 剛剛是 煮到不會煮 講到不會煮 比如說你勸一個人 你的朋友失戀了 你跟他勸他講說 你不要一直把心思放在你的ex的身上 那怎麼樣 那你是在勸他 可是他好像這裡聽了之後 又還要去 就是去找他的前度 你已經是 勸到不知道怎麼勸的 你就可以講 扣到不會扣 苦扣就是苦苦勸告的意思 我已經扣一扣到不會扣了 那就是勸到不會勸 不知道要怎麼勸了 扣到不會扣 還有一個情況 也是大家普遍都會遇到的 尤其是到現在呢 政府還是宣布 頭髮還不能夠剪 理髮院還不能夠開 所以每個人的頭髮都 等到像個鬼啊 我會頭髮已經等到像個鬼啊 了 我的頭髮已經長到像鬼一樣了 這也是一個非常日常 我們可能會講的 你的阿姨啊 或者是你的叔叔啊 會講的字 我會頭髮我要等到像個鬼啊 我的頭髮 我會頭髮 我的頭髮 我會頭髮 等到像個鬼 等到像個鬼 像個就是很像鬼 我會頭髮等到像個鬼 我會頭髮等到像個鬼 這個就是賓成人的語速 那當然啦 如果說你不想要講那麼長 比較短的情況 怎麼形容你的髮型已經沒有形了呢 那就是 沒有形 已經沒有那個形狀了 形就是形狀的形 沒有形 或者是你可以學起來 接下來的這個字 叫做 有一些東西呢 它已經跑掉那個形狀了 就叫做 比如說你買了一個很漂亮的蛋糕 保存不好 然後呢 它還開始融化了 那個形狀已經變得很醜了 你就可以講 你給你那個蛋糕了 那個蛋糕糟糕了 或者是 你很喜歡的一個男生 他後來呢 可能中年發福禿頭 然後呢 就是已經不像以前那麼fit了 你就會講 欸我讀到那個狗 這麼長的肚子 糟糕了 就是他身材走鐘的意思 就是不再像他原本的形狀了 那個男生呢 他已經是糟糕了 或者是外紅已經糟糕了 就是我的老公已經胖了 然後就是已經不像原本的形狀了 形態了 你就想說糟糕 他也是可以這樣子來形容一個沒有把狀態keep好的人 你有沒有糟糕啊 好 接下來呢 就要形容大家的另一半咯 這段時間一直見自己的老公和老婆 有沒有什麼感想呢 好啦 我們先來學學一下 通常呢 這個時候呢 大家想到老婆就會講 我真愛我的母 當然我們都要學好的 我真愛我的母 記得男生一定要學起來這一句 你老婆一定會很開心 那老婆呢 老婆呢 老婆要怎麼回應老公呢 我的老公一點都不討人厭 老兄 老兄就是說 這個人呢 他的那個款啊 他的樣子啊 就是很討人厭 那就叫老兄 說不定他說話的態度啊 他的一種姿態啊 或者一些壞習慣啊 你都可以用老兄來形容 我的老婆 完全沒有老兄 我真愛我的母 這樣子大家想親生愛就給你 好啦 那在MCO期間 那還有一種人 就是喜歡到處亂跑 然後呢 就是不聽從政府的指示 很不乖 那這些到處亂跑的人 怎麼形容他們呢 你就可以講他們是 趴趴走 這個字呢 就是在台灣也會這樣子用 我相信可能在福建也會有人這樣子用吧 趴趴走就是到處跑的意思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講在冰城 比較冰城的說法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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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話的人 差不多的意思 是 不見話 叫做 或者是把兩段混合起來 變成 那就代表這個人真的很不乖 到處跑 其實講到這個 就讓我聯想起我小時候的一個記憶 在我小學的時候呢 我們那時候的交通部長叫林良石 然後我就一直有印象 因為當時候呢 冰城的那個 布拉丁股 Burban Road那邊啊 其實當時候不是one way的 現在是one way嘛 可是那時候其實是雙向道 那我小學的時候呢 他們才把雙向道改為單向道 那時候的這個交通部長就是林良石嘛 而其實我不知道是州政府改的 還是交通部長改的 反正呢 民間呢我就有聽到這樣的說法 那些林良石啊 蛤? 那些人叫林良石啊 蛤?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 冰城人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那其實林良石的福建名字 應該要講林良石 因為它是老石的石嘛 應該是老石的石 可是呢 好像民間都會叫它林良石 不知道 你有沒有這個印象呢 或者是幫我問一下你的爸爸媽媽 你們有沒有印象 林良石 那些人叫林良石 這樣子的說法呢 請在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 看看是我家這樣子講而已 還是其實當時候的民間 冰城人都會這樣子說呢 唉 講到那個Burman Road 以前還沒有改路的時候啊 我家就在這個 那邊嘛 所以呢我去這個 Gondart真的很近喔 不過要15分鐘就可以到了 就是一條路直直 Burman Road 上到中路 然後就到Gondart了 很近 後來改路之後呢 就要兜來兜去這樣子 好啦要來學習最後一個字啦 如果你遇到一些人啊 像那些爬爬罩的人 就是說 欸現在大家在抗議嘛 不要到處亂跑 不要讓那個病毒 到處去傳染人 像這一種呢 就是怎麼講都講不聽 非常的Degil 很固執的人 你該怎麼罵他呢 你可以罵他 人啊長 講不聽喔 人啊長 講不聽啊 你是人 還是樹啊 怎麼講不聽 人啊長 這個字呢 我好像在其他地方也沒有聽過 可是呢在冰城呢 我們還真的會用這樣子來罵人耶 你到底是人還是樹 聽不聽得懂人話 跟你講不要到處亂亂跑了 你還到處亂亂跑 叫你不要群聚了 你還是給你也要群聚 你到底是人啊長 講你聽喔 我覺得這個說法我還蠻喜歡的 你到底是人還是樹 聽不聽得懂 來學多一次 人啊長 人還是樹啊 人啊 其實是阿喜的啊 或者是的那個意思 所以是人啊長 人啊長 講不聽喔 人啊長 講不聽喔 人還是樹啊 聽不聽得懂啊 的意思啦 好了那今天呢 我們學習的就是在MCO 可能你會出現的這個情況啦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歡迎把我的這個影片呢 給分享出去 然後記得要subscribe我的channel 然後呢要按讚 然後也留言 還要點讚 就是按門鈴的意思齁 這樣子有青天的時候呢 YouTube才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才不會 miss掉任何的福建化的單元啦 好啦那如果說今天我分享的東西 有集體回憶的朋友下面留言 有要補充的朋友也在下面留言 想要學習什麼樣子的福建化的說法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ok bye 好 好 沙啞 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